这个女孩正在集市上卖草药 身着校服的她与这个环境哥哥不入 甘做了一天连口水都舍不得喝 还是隔壁叔叔看她可怜 给了她一盒盒饭 直到傍晚这一堆草药才卖出去 这就是彭采金 一个以瘦弱之躯扛起整个家庭重任的女孩 这对夫妻白天刚刚结婚 晚上就被婴儿的蹄哭声吵醒 因为女人下半身瘫痪 不能生育 夫妻俩不仅给她取名 彭采金还决定收养她 手续办下来的那一天 两人开心地像个孩子不停地欢呼 彭采金是我们的女儿了 彭采金是我们的女儿了 这天晚上 小彭采金突然哭闹不止 妈妈一世才知道孩子这是发烧了 老彭赶紧冒着大雨 一瘸一拐地背着孩子去医务室 幸亏来得及时才没落下后遗症 彭采金就这样 在这个家庭中慢慢长大 虽然清贫 但胜在温馨 彭采金八岁那年 妈妈给做了一件新衣服 准备送她去上学 老师同学们都对她很好 唯独有一个小男孩 不仅在客厦编排她 还逼着她要比赛跑步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小插曲 但总归日子过得平平顺顺 可惜好景不长 爸爸这一天出去买豆腐 因为路上下雨地滑 一个没踩稳 连人带车 直接滚下了山崖 直到彩金赶到的时候 老鹏已经脱离了危险 彩金就这样 一边上学 一边在医院伺候着夫妻 直到顺利出院 村里的二叔把爸爸背了回来 彩金就一个人提着所有的东西 等到妈妈想起来找他的时候 已经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 彩金就起来去河边洗衣服 等到母亲艰难地出了屋子 她已经把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上学去了 为了不耽误两边的进程 彩金每天上学之前 就要爬到半山腰具割草 即使镰刀割破了手 也只能用卫生纸 简单地缠绕一下 就要奔跑在上学的路上 即使这样 从来不迟到的彩金 也晚到了十分钟 还被新来的T班老师骂了一顿 每天彩金利用同学们课外休息的时间 飞速地跑回家 给父母倒掉尿盆 然后在上课之前又跑回来 晚上再把早上割好的草带回家 然后洗菜 做饭 喂猪 煮药 等到他一切都忙完 开始做作业的时候 已经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 因为作业没写完 他在课上被老师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同桌想帮他辩解 却被他悄悄地拉住了衣角 因为这次的事件 即使彩金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夜深了 也会挑灯写作业 就算哈欺连天 也得硬撑着不肯睡觉 这一天 小虎又来找事 拽下他的手链 硬逼着彩金和他比赛跑步 这次彩金可不怕他 和上次一模一样的场景 但这回彩金剩了 他骄傲地围着小虎 转了一圈又一圈 这时候的他 才有一些小女孩的朝气蓬勃 有点八岁女孩该有的快乐 这一刻他没有负担 没有压力 但下一秒 他就已经跑回家伺候爸爸喝药了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一天又一天 小小的彩金无数次地奔波在 上学和回家的路上 从未说过苦 从未喊过泪 本以为生活能这样平平顺顺下去 但这一天 医生却告诉爸爸 他来不了了 因为卫生室只有他一个人值班 只能留下药和针剂 让他自己打 小彩金放学回来后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景象 爸 你在干嘛 爸 你干嘛不让你那医生打 医生说来不了 听到这句话 巨大的恐惧 瞬间涌上心头 声泪俱下地 问妈妈 医生到底说什么了 得知只是来不了 才微微放下了心 但看着爸爸痛苦的样子 还是难以接受 晚上 趁着爸妈都睡着了 拿着针管和试剂来到客厅 点燃了煤油灯 翻开书本 他打算在自己的身上试验 半夜睡醒的爸爸 发现身边没有彩金的身影 拉开抽地也是空空的 急忙出来找 激动之下 直接摔倒在地 看着女儿胳膊上的亲子 他意识有些说不出话来 而彩金 却还在宽慰父亲 父女俩相拥而弃 第二天彩金上学时 老师又催她上交 课外活动费两百元 这次回家的路 好像格外漫长 彩金的步伐也特别沉重 还刚好听到父母 在谈论家里的生活费 已经所剩无几了 晚上妈妈还想和爸爸商量 要不然就别让彩金上学了吧 但这话爸爸可就不爱听了 说什么都要让孩子上学 夫妻俩的争吵 都被熟睡的彩金听了个清楚 所以即便是爸爸已经给了两百块钱 可彩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 心安理得地去上学 领到校门口的时候 更改了路线 扛着锄头爬上了半山坡 去挖草药 然后晚上再把草药偷偷藏了起来 按照正常放学的点回家 就这样 一个星期过去了 父母还是没有发觉任何异常 直到原来的老师回来了 看到了空着的座位 在询问之下才知道 彩金已经一个星期没来了 而此时的彩金正在集市上卖草药 穿着校服的他略显局促 这时旁边的小贩有事要离开一下 拜托彩金给看一下摊子 巧的是 小贩刚走就有人来买东西 彩金本想劝他等等 但女人是个急脾气 只能匆忙装好递给他 等到小贩回来 彩金不仅收到了谢谢 还得到了一盒盒饭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有人买下了这堆草药 彩金数了数 手里的钱终于笑了 而这时 老师已经在他家里等着了 了解了情况之后 对这个女孩又气又疼 砍完柴匆匆回到家的彩金 也忠于吐露了心声 还弱弱地问道 老师 这钱够吗 够了 不够了 彩金去上学了 可是作文依旧没有写 但明明是一件相同的事情 两位老师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怎么不念了 报告老师 下面没有了 面对同学们的嘲笑 童猪想为他打抱不平 却又被拽住了衣角 但这次 老师悄悄地冲他点了点头 彩金是没有写完这篇作文 可他没有时间写 除了上课 他有干不完的家务国 喂猪 割草 剪柴火 他要煮饭 熬药 洗碗 洗衣服 我们有爸爸妈妈的照顾 可他呢 却要照顾生病的爸爸妈妈 课间还要跑回家 给爸爸妈妈端屎端尿 你们中 还有些人笑话他 嫌他穷 可你们知道吗 我们全班 只有采金一个人 他的课外活动费 是靠自己挣来的 一番质地有声的话语 震住了所有的同学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双双小手 举了起来 大家都愿意帮助 这个倔强的女孩子 他们带着工具 浩浩荡荡地 去采金家帮忙 同学们还凑钱 给爸爸买了一副拐杖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但小虎却意外发现 彭采金手上的 手链和妈妈收藏的 那个一模一样 女人想起了那个夜晚 偷偷来到了采金家门口 二话没说 先跪倒在地 原来她就是采金的亲生母亲 当年因为穷 把孩子扔在了祠堂 这次来的就是 打算把采金接回去生活 一时间接受不了的妈妈 怒吼着赶走了她 但冷静之后 又觉得采金 不应该和他们一起受苦 还是决定把她送走 等待采金放学回来 爸妈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 然后趁着她睡着 收拾了东西 写了一封信 要她把这包东西 送到指定的地点 女人见到采金 告诉她的身世 但采金不听 拔腿就跑 可家里已经人去楼空了 采金四处寻找 哪里都没有他们的身影 直到遇到了村主任 她不停地祈求 二叔终究还是心软 告诉了她父母的下落 原来父母早已聊到 采金会回来找他们 便让村民把他们送到了山上 打算过几天再下来 但采金不愿意 一群人就这样连夜上了山 然后扑通一跪 这一幕不需要任何华丽的言语 只留下最真实的感动 后来采金的事迹 被蹬在了报纸上 社会人士都争相前来救济 不仅仅是同胞 就连海外华侨 也专门赶了过来 有钱的给钱 有物的捐物 而这个电影 其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现实中的彭采金 来自于梅州 星明 曾经还是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我们也很高兴 能通过电影 来传播这个女孩的事迹 更是在给 处在优渥环境下的同学 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看到这里 你有没有很心疼这个女孩呢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